歡迎來到我們的中國財經簡報節目 今天的新聞內容非常豐富 我們先來看第一則新聞 香港當局根據新的《國家安全法》 逮捕了7名涉嫌煽動罪的人士 這些人被指控在社交媒體上 紀念天安門事件35週年 煽動對中國中央政府、香港政府和司法機構的仇恨 這些逮捕行動顯示了 香港自2020年實施《國安法》以來 言論和集會自由的變化情況 接下來我們來看看中國的電動車電池技術發展 中國計劃投資約8,450萬美元 用於開發下一代電動車電池技術 即全固態電池SFBs 這種新技術相比傳統的锂离子電池更安全更強大 但目前因成本高且量產困難而未廣泛應用 這向投資政治中美和歐洲貿易緊張之際 最後我們來看看阿里巴巴在深城市 i領域的最新動態 阿里巴巴投資了2760萬美元 到一家名為浙江精準學的i教育初創公司 以支持其i教育工具幫的開發 這款設備將於6月推出 使用阿里巴巴的QUEN模型和精準學的大語言模型 為學生提供個性化和互動式的視頻課程 這項投資是中國科技公司 爭相利用深城市i技術的趨勢之一 請大家繼續收看詳細內容 VKH報導 香港在本週首次根據2個月前通過的 《新本地安全法》 進行涉嫌煽動判亂的逮捕 7名被指控通過社交媒體 紀念天安門事件35週年 而煽動對中央政府、香港政府及司法系統的仇恨 自2020年北京實施《國家安全法》以來 維多利亞公園每年6月4日的紀念活動 都被重重安保包圍 警察會逮捕或拘留任何試圖紀念的人 今年公園將再次備用作 親北京社區組織的美食節場地 香港則是商業和創新的中心 但這些變化顯然表明了城市的轉變 CNN報導 中國計劃投資約6億元人民幣 約6000000億美元發展下一代電動汽車 異電池技術 儘管其工業政策引發了產能過剩的擔憂 並成為美歐投訴的關鍵目標 包括全球最大的電池製造商 寧德時代CLTN和主要汽車製造商 DRDBYB和吉利在內的6家公司 將獲得政府支持開發全固態電池 X5C、X3C、XB3C、XB3 這種新技術比傳統锂離子電池更安全、更強大 儘管如此 由於成本高和難以大規模生產 目前這種電池尚未廣泛可用 北京的投資計劃 正值與西方貿易關係緊張之際 美國和歐盟都在考慮 對中國電動汽車和電池產品徵收新關稅 Ninami都阿里巴巴集團控股有限公司 投資約2億元人民幣 約合2760萬美元 愚人工智能i教育初創公司浙江精準學 以擴展其生成型i產品組合 精準學推出的i教育設備 方將於6月上市 必有阿里巴巴等款模型和精準學 字眼的大語言模型 為學生提供個性化和互動的教學工具 阿里巴巴在其年報中透露 除了對Musha茶葉36%股權外 還持有中國新四大i巨頭中的 其他三家初創公司的股份 中國的生成型i服務市場競爭激烈 阿里巴巴 騰訊和字節跳動等科技巨頭 通過大幅降價吸引用戶 給資金較少的初創公司帶來壓力 Own Policy報導 美國政府於5月14日 對中國實施了新一輪關稅 涵蓋了從工業醫療到清潔技術的廣泛商品 包括半導體、太陽能電池、鋼鐵和鋁等 最引人注目的是 對電動汽車徵收了高達100%的關稅 幾乎封鎖了中國製造的電動車 進入美國市場的可能性 這一舉措被視為美國總統拜登 在即將到來的總統選舉前 爭取工業搖擺州 來領選民的政治手段 然而這些關稅對中國的電池行業 影響更為顯著 因為中國供應了美國市場 約70%的鋤離子電池 美國政府通過通脹削減法案 大力投資清潔技術產業 試圖保護和促進國內生產 這意味著這些關稅可能長期存在 並對中國的清潔技術出口造成重大打擊 此外拜登政府還意圖 拉攏歐洲聯盟對中國實施類似關稅 特別是在即將結束的 歐盟對中國電動車製造商的反補貼調查中 可能會推動歐盟效仿美國的高關稅政策 南華早報報道 中國與周三推出了一項為期三年的行動計劃 旨在領導全球人工智能標準制定 和增強國家計算能力 計劃包括加強對先進晶元 人工智能量子技術應用 腦機接口和計算能力基礎設施的研究和標準制定 還將加大中國在全球組織中的參與度 中央網信辦、工業和信息化部 以及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發布的文件指出 既有標準在官僚體系中的應用效果不佳 需要提升中國的全球影響力 計劃強調要建立一個整合計算、存儲和運營能力的系統 以反映技術無縫協作的趨勢 此外中國還希望在2025年前將計算能力提升一半 投資數十億建設全國性的計算網絡 連接東部繁榮地區與西部能源豐富地區 與西部能源豐富地區 工業和信息化部部長金壯龍在《學習時報》撰文指出 人工智能已成為未來發展的關鍵變量 中國在信息技術領域已取得先發優勢 《南華早報》報導 香港股市在週四延續跌市 加入了區域性投售行列 美國國債收益率上升削弱了投資者情緒 同時中國房地產市場的擔憂持續存在 投身指數下跌0.7%至18% 347.05%連續第三天出現虧損 橫生科技指數下跌0.2% 而上陣綜合指數幾乎沒有變化 美國國債開賣需求疲軟推高了債券收益率 降低了股票的吸引力 日本日經225指數下滑2.1% 韓國COSPI指數回落零 6%澳大利亞SPN6%澳大利亞SPNESX200 指數下跌0.5% 投資者關注房市放寬措施的效果 同時也將密切關注即將發布的 中國製造業採購經理人指數 此外金礦生產商紫金礦業集團下跌4.7%至17.14港元 而中國房地產開發商龍湖集團控股下跌3% 至12.8港元江蘇萬達特種軸城 在北京首日交易中 較其首次公開募股 IPO價格上漲超過200%至64.01元 南華早報報導 中國上市公司正給予回購股票 和提高股息 以響應監管機構的呼籲 這些措施類似於日本和韓國的改革努力 儘管投資者對更廣泛的治理變革持懷疑態度 官方數據顯示儘管利潤下降 中國上市公司在2023年宣布了總額達2 2萬億元人民幣 約3,000億美元的創紀錄現金股息 超過100家上市公司首次向投資者返還資金 許多公司還推出了股票回購計畫 以避免因股價持續低迷而被摘抬或受到其他處罰 這些措施措施普世反彈 基準CSI300指數自2月的5年低點上漲了近17% 然而基金經理們認為 這更多是為了拯救市場而不是改善公司治理 特別是國有企業在共產黨的嚴厲控制下 可能會與非國有股東的利益發生衝突 儘管如此 隨著市場對這些進展進行定價 投資者已經獲得了收益 南華早報報報道中國電動車製造商 林浩國際最近宣布 將於2024年第四季度進入印度電動車市場 成為第三家進入印度的中國電動車製造商 這一舉措可能是由於2023年印度電動車銷量翻倍 所推動的 政府的生產相關激勵政策 電動車充電站等基礎設施的發展 以及城市消費者興趣的增加 都推動了印度電動車的銷售 印度簽署了電動車倡議費 而以應對氣候變化 並承諾到2030年電動車銷量 至少達到新車銷量的30% 儘管面臨國家安全問題的擔憂 印度政府仍允許進口中國電動車 但不希望接受中國企業的投資 這使得中國電動車製造商不得不考慮 在印度本地生產以降低關稅 並滿足當地市場需求 中國智能手機和港口設備行業的經驗表明 中國技術具有潛在價值 能夠找到進入印度市場的方法 無論是智能手機、物料搬運設備還是電動車 《南華早報》報導 深圳上市的中國招商局、港口集團 最近加入至少4家大型企業 終止了與普華永道、普希的合同 這是由於破產房地產開發商、 中國恆大相關的可能不當行為 招商局港口集團 在週三的證券交易所文件中表示 普通決定撤回聘請普希作為 起年度審計師的提議 原因是預防原則 中國招商銀行、中國鐵建、麥瑞、 生物醫療電子和東鵬特銀 也在本月取消了與普希的合同或計劃 這些問題源於4月份的吹哨者興建 指控普希的中國大陸和香港分支機構 對中國恆大的不當行為視而不見 監管機構也開始調查普希的做法 普希拒絕對此事發表評論 由於北京去年開始加強涉及網絡安全的 跨境審計工作的規定 美國關聯審計公司的中國業務受到了打擊 去年1月財政部和其他政府機構 也根促國有企業逐步淘汰與普希 得勤安永和幣馬威的合同 普希最近幾個月還面臨其他醜聞 包括在澳大利亞和中國大陸的審計失敗 南華早報報報導 中國電動車一體行業可能會透過在土耳其 塞爾維亞和匈牙利等友好國家建立生產設施 以減輕歐盟即將對中國電動車徵收關稅的影響 然而分析師警告北京需警惕歐盟 可能採取的更嚴格反制措施 隨著美國本月初提出對中國電動車、電動車、 電動車、電動車、電池、半導體、 其中機、石墨等關鍵礦物增加關稅 布魯塞爾預計將在6月6日完成 對中國電動車行業補貼的調查 並於7月初實施臨時關稅 香港地緣政治分析師 Sebasha Khonkocin-Milofi-Darrow表示 中國電動車製造商可能已經在制定計劃 以應對可能的歐盟高進口關稅 位似於1970年代和1980年代 日本在美國採用的模式 當時本田日廠和豐田在美國建立了製造設施 雇用了當地工人並整合進供應鏈 但如果中國電動車製造商的類似舉措 被認為是為了繞過歐盟進口關稅 歐盟可能會解釋為試圖破壞其貿易規則 並可能強化原產的規則 增加合規成本 中國最大電動車製造商 比亞迪BYD宣布 計劃在匈牙利南部建設其首各乘用車工廠 並已在該國北部組裝電動卡車和巴士 土耳其與中東的密切聯繫 及其與歐盟的關稅同盟 使其成為中國公司進入歐盟市場的良好選擇 中國在匈牙利和塞爾維亞的投資 也將幫助獲得自由進入歐盟市場的機會 中國在歐洲擴展生產鏈的同時 還幫助實現從內燃機到電動機的轉變 以達到2035年零二氧化碳排放的目標 南華早報報導 日本首相岸田維雄承諾充分利用所有可用的對話平臺 解決與中國的關切問題 在中三與東京會見中國高級外交官劉建超時 岸田表示希望加強與中國的高層溝通 通過對話解決一些問題 並在互利項目上合作 劉建超此行是他自2022年上任以來首次訪日 此行正值日中韓三國在首爾舉行三巔峰會後 旨在加強各方面合作並尋求更大的地區 全力平衡 岸田未詳細說明具體問題 但東京希望北京解除對日本海產品的經歷 並對解放軍在台灣海峽的軍事演習 表示嚴重關切 中國在去年8月日本釋放福島核電站 處理過的放射性水後 對日本海產品實施禁定 岸田在周日與中國總理李強的雙邊會談中 再次提出解除禁令的要求 劉建超表示 習近平與岸田在舊金山的會晤為未來的接觸 並下了積極基調 但挑戰依然存在 劉敦促東京堅持一個中國原則 並妥善處理核污染、水排放等敏感問題 雙方因落實兩國領導人達成的共識 加強客籍互動、促進客觀準確的相互理解 日本在其年度外交藍皮書中 承諾與中國追求基於共同戰略利益的互利關係 但也指出中國對日本安全環境構成重大挑戰 中國對美日和安全關係加深、表示關切 認為這是美國組建小型聯盟包圍中國的努力 李強在雙邊會談中表示 希望兩國能管控分歧、建立建設性和穩定的關係 並啟動新一輪高層經濟對話 順便播報的內容是六度團隊推薦的全球專業媒體 智庫、政府機構和行業專家的 最新報導分析簡報 更詳細的內容請大家去這些媒體智庫的網站閱讀 這些內容並不一定反映六度簡報的立場 並不能作為任何決策的建議 六度團隊由專業媒體人、學者、科學家 組成的獨立新型媒體 大家可以根據自己的專業要求 訂閱各種簡報 網址是6 Star Briefed 康明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過電郵收到六度簡報